大國民第六戰最強神童 在邀請到的這麼多的達人當中 其中有幾位年紀非常非常的小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過步不忘 這種人我們基本上 在節目當中出現過 就叫做 沒錯 每次來都有各種 各式各樣的才藝 他們小小年紀 就有這樣的才藝跟成就 讓我們大人都覺得很佩服 這次我們也找到一位呢 通過最強認證的孩子 特別請大家 撥控回來參與演出 是 現在先來看看是哪一位呢 Visa的介紹 操槍神童張善成 不管是空拋 雙手轉槍 都是一無反掌 這樣的神乎奇蹟 令人目瞪口呆啊 而今晚他將帶來 你前所未見的操槍表演 現在我們來到善成 位於宜蘭的家 看看這位小神童 準備什麼表演來應戰呢 這次我準備了一個秘密武器 這個神秘的武器到底是什麼咧 我就是秘密武器 原來這個秘密武器 是善成的寶貝弟弟張恩瑞啊 為了守住最強神童的寶衛 善成找了弟弟 一起來表演操槍術 看善成集中精神的訓練弟弟 每一個動作 這一次他們是否能夠成功把關呢 那因為弟弟剛學不久 才學一年左右 所以很多槍法跟招式 都還不是很標準 所以哥哥要花更多的時間 陪弟弟一起練習 一一糾正弟弟的每一個動作 為了就是把最精采的表演 呈現出來 在善成努力的調教之下 兄弟兩人會呈現出 什麼精采的表演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呈現出ыт 我拼了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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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好帥 受不了了 好可愛喔 張善成 張恩睿 嗨 向後就位 向後穿 太萌了 全部 走 天啊 怎麼辦到的啦 就要生小生了對不對 小姐三年級 對 對不對 對 弟弟 張恩睿 聽到喊又 又 張恩睿幾歲啦 5歲 5歲 練習超腔練習多久啦 快要一年了 快要一年了 平常都是跟誰學的啊 自己的阿姑 什麼自己啊 自己啊 不是阿姑 阿姑啊 自己的阿姑 不是別人的阿姑啦 有沒有每天練習 沒有 沒有啊 這點倒是挺老師的 好老師 張善成 弟弟有沒有認真的練習 沒有 沒有 那弟弟你為什麼會想要練這個操槍 你為什麼想要練操槍 看阿姑在學我也想要學一次 有沒有受哥哥的影響 有沒有覺得哥哥耍槍很帥 不知道 你覺得 你覺得操槍帥不帥 帥 帥 那就對啦 哥哥在操槍的時候 有沒有對你兇啊 有沒有 有 哥哥也嚴厲啦 一開始就看到了對不對 哥哥是一個相當嚴謹的人 剛才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動作不是8歲做得來的 對 不要說什麼啦 18歲都做不到 你不要說的連 他雙手 低5歲的這個年紀 基本上他是不受控制的年紀 怎麼可以站定站 他還要走 還要拿著槍走往前踏 然後還要甩槍幹嘛怎麼可能 整個弟弟喔 長得跟公仔一樣 弟弟的睫毛頭 你看他整個樣好想收藏喔 好可愛 弟弟你眼睛這邊 應該不會是耍槍受傷了吧 自己跌倒的 自己跌倒的 自己跌倒 都是自己害自己的 沒事沒事 好勇敢 可愛吧 太可愛 太可愛了 善誠 一開始操槍表演的時候 也是5歲的時候 對不對 也是5歲 就是5歲開始表演嘛 對 最難的應該就是兩隻手同時賺的 對不對 好可愛 這個是不是你精煉的 兩隻手要同時很難對不對 還有哪一招 還有哪一招 來 請示範 好可愛喔 他們兩個 好可愛 好想買回家喔 用接手的接手 弟弟接得住嗎 弟弟不行 就是弟弟賺了 對 弟弟賺幾下 好冷靜喔 哥哥接住這樣 這哥哥好冷靜喔 這哥哥好啊 我欣賞 兩個人都是帥哥 接下來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要挑戰最強大國民 我們今天有一位 她可是一位小妹妹 今年剛滿我 才5歲 才5歲 她一個人要打兩個嗎 不開玩笑 一個打十個的夜溫都出現了 這算什麼 對不對 你們兩個兄弟要小心 我這個小妹妹相當的厲害 她是誰 來VCR請看 今天要來爭奪最強神童寶衛 這位看似天真無邪的小女孩 她究竟有什麼過於常人 特殊常才呢 她就是性感舞神童劉艾倫 一歲時就可以文歌起舞 秉持著與生俱來的舞蹈天分 光看電視就可以自學 還可以將舞蹈動作變化 編出屬於自己的性感風格 今天5歲 身體的協調性和成熟的味道 甚至是眼神跟表情 都可以媲美專業的舞蹈 dancer喔 英選秀節目一炮而紅的艾倫 曾受邀到中國表演 還參與過歌手MV演出 而唯一令媽媽擔心的地方是 我曾經有幫她照顧老師 但是我發現她喜歡即興舞蹈 喜歡隨著自己的感覺去編舞蹈 而今天這個5歲的女孩 將編出驚豔全場 超齡的性感秀 大家好 我是劉艾倫 我5歲 我喜歡跳舞跟唱歌 最強大魔名 加油 歡迎今年5歲 但跳舞的資歷已經有3年的 劉艾倫小妹妹 小朋友 小美女 太可愛了 這個 好可愛 太小一隻了啦 劉艾倫 艾倫 你是我的艾倫 劉艾倫妳好 妳好 妳好 我有聽說她每次出來 她臉頰一定要貼東西 妳一定要貼這個貼紙在臉上 對不對 因為妳喜歡誰 劉艾 劉艾 韓國的劉艾 韓國的劉艾 所以妳平常都跳什麼樣的舞蹈 誰的 劉艾和蔡依林 劉艾跟酒令的舞蹈 那妳喜歡蔡依林的哪一首歌 舞娘還是大藝術家還是什麼 大藝術家 大藝術家 大藝術家很難跳耶 妳會跳嗎 會 有沒有人教妳跳 妳都是怎麼學 我都記幾遍 記幾遍 又是記幾遍 阿咪老師 準備 音樂 你是大藝術家 你卻是藏著的愛無常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什麼可... 真的 很有氣勢耶 哇塞 力道 妳看那個力道 妳好棒喔 好厲害喔 你剛剛說那個頓點真的是 小女生不會有這種 不會有這種 對啊 怎麼會有這種頓點 陳哥都沒有這種頓點 有 我有 你有嗎 你那比較像打嗝 沒有人 沒有人教他跳 今天特別帶來一段 讓那兩位小兄弟知道 練自己練也可以像何豪鐵一樣 土法煉鋼 能練出一片天空來 是 妳今天給我們帶來一個精采的表演 好不好 好 表演的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哪一首曲子 哪一首歌 炫亞的 一首歌對不對 對 炫亞的 炫亞的 一首歌 炫亞 炫亞 太高 炫亞 ń oh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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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page? 素敖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lo... 爬屁 爬... Yes Solo 還會唱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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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to the change Move to the change Each to the change Ch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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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謝謝 我的兄弟 剛剛才看到她這個舞蹈 你們都會有點激動 溫蘭妳先說 她 妳 她的 她 好好講 講不出來 她的popping你知道嗎 這邊 她這邊的中間的胸 胸腔這邊的popping 妳可以再一次嗎 哇塞 妳跳這個的時候是哪裡在用力 對啊 是手在用力喔 她認為她是手在用力 沒有 其實是 她的小肚子是不是 她覺得她有用到手在帶動 所以她覺得手很有力 對 手指是輔助 所以這個動作是妳看 譬如說炫耀有做這樣的動作 是我自己編的 妳自己編的 對 其實妳剛剛有沒有看到 她一直在看那個螢幕 看自己的影子 她享受 她在享受那種動作 對 她非常Enjoy 太厲害了 這個表演玉是渾然天成的 真的 這個真的無從說起 那個太 就是光看她笑容 臉部表情 就是她太享受這一切 是 太享受在她自己的舞蹈裡面 完全看到十年前的我 喔 十年前 所以妳現在才十五歲 妳現在才十五歲 我這樣子問溫蘭 溫蘭 妳什麼時候開始發現妳很愛跳舞 差不多 五歲 差不多 對 這個東西喔 她是一歲半 她一歲半就聽音樂 文基起舞有沒有 她聽到音樂就動了 她舞齡已經三年 今年五歲 五齡三年 妳為什麼聽到音樂就想跳舞 因為我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而且妳一跳舞就會有人看妳對不對 對 妳很喜歡人家看妳對不對 對 表演玉 表演玉 一直笑 一直笑 很可愛 妳還有沒有兄弟姐妹啊 有沒有 妳還有一個姐姐喔 有沒有兄弟姐妹 沒有 我只有一個姐姐 那就是有兄弟姐妹的意思 姐姐會不會也會跳舞 姐姐會不會跳舞 好強喔 沒有 我也是會讀書的姐姐 什麼都不會 她只會讀書要幹嘛 妳知道那個Selena阿姨她是 她是北一女畢業的 妳知道北一女嗎 不知道 一女中 海北第一女之間 沒有關係 妳不知道沒有關係 妳 姐姐不會跳舞 妳會跳 姐姐只會念書 那妳將來想要當 蔡依林嗎 妳的偶像是誰 炫雅 還有蔡依林 炫雅跟蔡依林 還有 誰問這個問題的 妳這個射陷阱嘛 何必相接何必 我想說媽媽會先跟她介紹妳 還有誰 還有誰 我覺得妳好漂亮 像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就是有膠的 對 這是有膠帶的 她不要SHE 可是她喜歡Selena 謝謝 厲害 妳將來想要當蔡依林嗎 對 我以前3歲就開始上電視了 3歲就開始上電視了 上電視表演是不是 她曾獲邀到央視出彩中國人的節目表演 好厲害 當天臨時還被換歌 對 妳本來要表演什麼歌 性感 性感 對 本來要表演性感 對 她後來表演什麼 然後 就跳現代舞 現代舞 那妳也會跳嗎 會 但是她馬上 因為她時常自己編了嘛 而且性感舞臨時要換成現代 這個tone也跳太遠 所以可能溝通有問題 就是溝通聯絡上次要說 現代舞 媽媽聽成性感舞 性感舞 所以準備可能 但是她很強 她隨時可以應付 隨時就換歌 她就換舞步了 妳最常看的就是炫亞跟蔡依林 還有沒有別人 謝金燕 謝金燕姐姐那邊有看 對 第一條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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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能聽到音樂 然後聽到音樂她就會這樣 對 她是吃電池的 想盡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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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表情很多表情 她會這樣 她會這樣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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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她馬上變耶 什麼演樂都可以耶 現代... 現代舞... 阿咪老師換現代舞 阿咪老師換現代 現代舞 會耶 搞不好 她就慢下來了耶 真的耶 天生節奏 音樂 謝謝老師 掌聲鼓勵 好厲害 好棒喔 妳的節奏跟她對音樂的那個對點 溫蘭請講評 對得真好 很厲害耶 馬上就可以轉變耶 好厲害喔 好感人喔 這孩子 太厲害了 台灣真的什麼人才都有 好棒… 我們看到未來真棒 對 好了… 太好了 再把我們剛才的那兩兄弟 真的 他們應該有 張善成 張恩睿 那兩個 上二樓 弟弟小心喔 弟弟 好… 好… 真的耶 好可愛耶 頒獎典禮是不是 第一名…第三名 真的 金銀童 我看這個畫面 如果沒看到別人 對不對 這位非常可愛的小妹妹 可以說是軍中的 軍中女神對不對 新一代的 軍中情人 軍中情人 他跟弟弟一樣大 對不對 對 跟弟弟一樣大 五歲 這位兄弟是紅色 操槍兄弟是紅色 這位性感的炫亞 未來的我們的大藝術家 接班人藍色 最強建定團請選擇 誰贏 你最喜歡哪一位 到底是誰 請按鈕 紅色最後還是贏 剛剛平手耶 怎麼會這樣 你們 幹什麼 差一票 是嗎 孫協志你最後按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都選擇 操槍兄弟呢 我覺得妹妹 當然她的舞蹈很棒 很自由 天生的藝人 天生的藝人沒有錯 可是其實 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技術來說 操槍的難度真的很高 操槍的難度是真的很高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弟弟 我剛剛有講 現在這個年紀是最失控的 要她跟著哥哥同步表演 幾乎是跟登天一樣難 我覺得站在女生的立場 妹妹可以在這麼 就是年紀這麼小 但是她可以跳 她的身體這麼的柔軟 然後舞感這麼好 我覺得她以後一定會 一定很厲害 一定會是很厲害的 不是舞蹈家 就是天后 那Selina當初的她的唱歌跳舞 是誰培養的呢 我差不多也是大概在3歲左右 就可以展到我唱歌的朋友 不好意思 我在問妳幹嘛 她從小就喜歡 在眾人面前表演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因素之一 先不要 她喜歡唱歌 表演妳 不是表演那種 我不是表演那種 妳現在這個年紀表演現在的就好了 不用跟5歲的拚這種好不好 是 請講 但是因為講男生我喜歡 我喜歡楊剛的感覺 因為這兩個兄弟的表演 尤其這個大哥哥比較感動我 因為他有 我看到我自己年輕的時候的影子 就真的比較感動 好 恭喜 超香兄弟獲勝 恭喜 謝謝 認真關注與踢館聯盟的最強對決 目前3比3平手了 哪隊能在關鍵的下一戰中 獲得最終勝利呢